第521章 徐凡小院中 看着徐刚抓住了想要跑出去的黄金小龙 徐凡摸着下巴道 四爪金龙啊 到底还是血脉不纯呢 师父 你还不知道四爪真龙 在大千世界是什么地位 日后只要好好培养 那便是 惊仙境界的护宗神龙 当然 前提得给龙族说好了 要不然那边会找事的 李星辞解释的 这都是他从梦境中得到的消息 徐凡点了点头 哎呀 为时当初让你们签这种平等契约 就是为了避免以后龙族找麻烦呀 他看着黄金小龙吸收灵气的速度 一想到还有五个蛋没有破壳 整个人就不太好 稍微推算了一下 这六个小祖宗和吞行蛇夹在一块灵气消耗的速度 徐凡就感觉 引灵门的能源危机 马上就要来了 这时 徐刚轻轻一松手 那条四爪金龙 瞬间如同火箭一般弹射出去 在空中欢快地畅游起来 它时不时飞向天空中 和五星灵气组成的瑞兽西西 又潜入到群山间 吓唬那些小动物 就连正在秀恩爱的云花路都受到了影响 乃声乃气的龙吟 让小院中的众人都笑出声来 徐凡无奈地摇头 以目前他们消耗灵气的速度来看 引灵门的聚灵阵 至少还要炼制四间掀起聚灵阵核心呢 师父 实在不幸可以顺其自然 顶多成长得慢一些 怎么能这样呢 既然生在我引灵门 就不能受这种委屈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还会怀疑我们宗门吃不起饭呢 几条神兽都养不起吗 这时 灵夜湖中又响起了 弹壳破裂的声音 又是一枚龙弹破壳 月仙的那个 于是正在闭关修炼的月仙也被叫出来 一脸迷糊地看着眼前如小奶狗一般 舔着他的小四爪金龙 李星辞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条金龙 徐凡注意到他的表情 星辞啊 有什么不对吗 龙族血脉越强大 越是难以反映后代 四爪金龙 已经是刻意被龙族认可 加入族谱的存在 这些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这一胎中 出了两条四爪金龙 我原本以为 这六枚弹中 只会有一枚有龙族的真龙血脉 没想到出现两个 如果被龙族发现 那他的父亲 是要受到表扬的 徐凡表情古怪 那个 这 他也会受到表扬 他没好意思说渣男 当初那场运动 他可是看到了 那么有难度的姿势 那条渣龙仿佛千锤百裂 以此就中 李星辞强调道 一胎两条真龙血脉 在龙族中很少见 很少见 非常少见 而这时 仿佛有连锁反应一般 另一枚龙弹也裂开了 那是徐凡的那个 这一回徐凡还没有去接呢 又是一条四爪金龙 化作金光 奔入到他的怀中 徐凡抬头看向李星辞 星辞啊 这该怎么解释呢 可能是 那条龙爸爸会受到更多的表扬 唉 感觉 为是要亲自出马了 师父 有这么严重吗 那是当然 未来几年 剩下的三枚龙弹 也会相继破壳而出 到时候 咱们宗门恐怕真的会灵奇枯竭 徐凡面色凝重 现在的引灵门宛如一台庞大的 已经全力运行的机器 维护容易 可一旦停止 想再启动起来 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徐凡想了想 这样吧 你们先带着各自的小龙回去 我练上几颅五行丹再说 那徒儿告辞 三个徒弟行礼告退 徐凡也来到了专用的练丹房 无奈地摇了摇头 唉 炼丹炉还是宝器级别的 要把设备更新一下 怎么着也应该有一个 倒器级别的呀 先凑合着用吧 下一回就炼上一件 全自动的倒器炼丹炉 很快 傀儡送来相应的灵药 徐凡沉浸在了炼丹的世界中 这一下就是三年过去了 直到把相应的灵药消耗光 徐凡才转醒过来 嗯 还不错 一百多炉 炼出了上千尾的极品五行丹 估计能用不少时间呢 徐凡让葡萄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宗门宝库中 他摸着下巴 推开了炼丹式的门 接下来 就是想办法把剩下的仙气灵框凑齐了 徐凡一边嘀咕着 一边走出来一看 顿时人都懵了 葡萄 这才过去三个月 宗门灵气损耗就这么严重了吗 主人 现在聚灵阵 每天所生产的灵气 已经供应不少消耗了 每天还需要消耗一些 灵液湖中的灵液 先把妖界那边的绝石巨灵阵启动 要不然根本遭不住啊 不行 我要去催一催一号了 徐凡说着 就向地下空间飞去了 此时 一号正在悠哉悠哉地 炼制着巨灵仙气核心 看到徐凡来了 一号笑着打了个招呼 哟 本帖 听说你最近勤奋起来了 徐凡无奈地点头 没办法呀 宗门灵气不够了 我这个大长老 总归要想想办法嘛 哼 所以你想的办法 就是过来催我 哎 一号 你太小瞧我了 怎么可能是过来催你呢 我这次来 是要和你一同练吃这件仙气的 徐凡说着 手中多了一团凤凰神火 和一号分身一同干起了活 一号分身笑着看向徐凡 哼 看来这事真的挺急的 你都亲自出马了 徐凡有些无奈 当然了 这可不是小事啊 一号分身点了点头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聊了 咱们加油 先把仙气练完 就这样 三个月之后 仙气终于炼制成功 徐凡把聚灵阵的仙气核心 放进了聚灵大阵中 一瞬间 整个引灵门的活力再次恢复了 灵液瀑布也重新凝聚 灵液湖的水面也停止了下降 唉 这只是暂时的 恐怕还要继续炼制啊 就在徐凡这样炼制更多的阵灵仙气核心时 融合的人养两界之外 来了一个身穿道服的神秘人 两界融合的斥力还真是有些费劲 要不是任务的酬金给的太多 我才不愿意截这个了 炼气大宗师在墓园界越来越吃香了 要不要多找几个有炼气天赋的苗子培养一下 哪怕出一位炼气宗师也划算 这时远处空间闪烁 又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有何 没想到这次来的是你 华军道友 为什么又是你 这年头都难 不多弄点东西 怎么能熬过以后的时间 说完 闲前之人也不管后面来的人说什么 随手洒出了如小山一般的七色水晶 想着人要两界融合处飞去了 谁不跟你说了 咱们各凭本事 第522章 华军说着也洒出了一堆七色水晶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着你了 一定不会 徐凡并不知道 他的分身已经被人盯上了 此时他正在琢磨着 去哪能把剩下的三份巨灵仙气核心的灵矿凑齐呢 正在他发愁时 一个小奶娃出现在他的身旁 大长老为何事发愁 徐凡有些无奈 哎 最近你也看到了 那几个小家伙差点把灵气吸光了 你说就这么点的小东西 怎么就这么费灵气呢 宗门中有谁受你还发什么仇 实在不行 你就腾出一个小世界 把他们都搁在里边慢慢长 不就行了吗 小奶娃跳起来 坐到了徐凡旁边的躺椅上 徐凡也是无奈地摇头 既然有了 就必须好好地培养吧 扔到小世界里面 不管叫怎么一回事 签订的是平等契约 前期啊 就和养孩子似的 学不了 那大长老有什么办法 办法倒是有的 我在发愁的主要是 没有炼制仙气的灵况 看来大长老也没有想着刷脸的事 实在不行就给天魔宗养 天魔宗虽然不如长老会 找出点大长老需要的灵况 还是绰绰有余的 徐凡摸着下巴 那个 提前把天魔宗 炼制仙气的酬劳给要过来 会不会显得不太好 这有什么不好 你提前要过来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现在去啊 他们立即把灵况凑旗 给你送过来 看来大长老还不清楚 自己有多香 哦 感谢展灵长老提醒 我思路一下就打开了 等庞福回来之后 我就让他去一趟天魔宗 这时 徐凡收到汇报 说是宗门大阵之外 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一道光幕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被窥视的两人瞬间察觉到了 神穿道服的男子 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你是 引灵门的大长老吗 我有好事与你商议 徐凡一看就明白了 哼 宗门势力的H2呀 欢迎两位道友来访 引灵门 很快 煮风中的银客店 徐凡见到了这一男一女 两人见到徐凡之后 表情大变 男子围着徐凡转了好几圈 嘴里一直惊呼着不可思议 道友 应该不是大能转世吧 要不然肯定不会把我们招引过来 不曾转世 道友可是尚见来人 玄光 天道宫接引使者 华君 游仙宫接引使者 徐凡一一还礼 玄光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递给了徐凡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道友也知道 不知可愿意加入我们天道宫 或者游仙宫 不管道友加不加入 我们肯定 要先结一份善意员 如果我说不加入 道友会怎么样 那就当交个朋友 以后 到了牧原界 还得打交道 玄光笑着说的 华君也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递给徐凡 道友是单气双大纵士 到了牧原界之后 必将会受到各大仙门势力的招揽 如果碰到要脸面的宗门 还好说一点 如果碰到不要脸的 那道友的安全 徐凡听出了善意的提醒 可是 这和眼前的形势 没有太大的关系 非生仙节 那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了 两位道友 上界中要脸的宗门多不多呀 玄光笑着说道 几乎没有一个要脸的 哈哈 多谢两位道友来访 我暂时没有加入任何事例的想法 不过 我认下了两位道友 以后到仙节之后 请两位喝茶 徐凡收下礼物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他知道 对方回去之后 恐怕是没了此际的记忆 这他哪能客气啊 有便宜不占 脑袋有问题 玄光和华军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告辞离开了引领门 徐凡就感觉有些不对了 这么干脆就离开了吗 也不放句狠话什么的 一天之后他终于明白了 怪不得人家能当HR呀 这两个家伙几乎是一天一拜访 逮到机会就和徐凡砍大山 无话不谈 从仙界的地形地貌 聊到仙界各大顶尖势力 从平民的生活状态 聊到了哪个区域 出现天才的几率比较大 徐凡虽然很抗拒 可是不得不承认 这些内容很吸引人 他有需要 就这样 徐凡和两人聊得越来越嗨 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徐凡客气地说道 唉 这几天 多谢两位和我讲了 那么多仙界的事情 这才闹到哪 这些事 真的要说起来 说上一百年都不够 玄光道友 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唉 道友请问 我一定直言不会 在牧原界 最强的是哪一族 最强的是牧林族 也是牧原界 从古至今 一直称霸此界的种族 他们生性安静 不喜欢打打杀杀 所以现在整个牧原界 还算是平静 那我们人族 在牧原界排第几 如果这样论排名的话 应该是第三 古妖一族 在我们前面 不过他们基数少 以为我们人族 没有太多的冲突 听到玄光的话 徐凡不禁抬头 看向了天空中的 熊二云朵 也不知道 那老小子 现在在牧原界 过得怎么样了 就在玄光 还要继续 看大山的时候 徐凡笑着说道 多谢两位道友 不过 从今天开始 我要闭关炼制掀起了 徐凡的意思就是 以后你们别来了 玄光笑着说道 那没事 所以不闭关的时候 我们再来找你 我与徐道友一见如故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哈哈哈哈 旁边的华君也不甘示弱 打出了一道光幕 徐道友 相貌英俊 又是丹气双大宗师 对于这样的青年才俊 我那些天仙般的 小师妹们 特地嘱咐我 一定要打好关系 以后方便在上节 介绍你们见面 光幕里面都是 莺莺艳艳如天仙 一般女子的生活场景图 各种类型的全都有 徐凡表情特别正经 诶 那个 刘仙公的女弟子很多吗 玄光一脸的忧怨 也不是很多 整个游仙公 两百多万弟子 其中有八成 全是女弟子 他当剑影师者的 这段时间里 华君的这首王诈 让他苦不堪言了好多回啊 可是他并不知道 徐凡在心中吐槽了 好家伙 当初你们游仙公的宣传片 是谁做的 把这场景一放出来 谁不上头 谁不迷惑 想到这儿 徐凡笑眯眯地看着华君 嘿嘿嘿 到时候飞升上界 我一定要好好地认识一下 道友的那些师妹 嗯 一定 第五百二十三章 徐凡决定了 以后飞升上界 一定要在游仙公不远的地方 建立引灵门 这样不仅可以身心愉悦 还可以帮助宗门弟子 解决人生大事 华君笑着说道 期待许道友飞升上进 徐凡一直把两人送到了引灵门的大门之外 两人消失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家伙和我打持久战的 哎呀 每回他们来了 都要大费周章 把那些不能见人的东西 全部藏起来 实在不行 就避死关吧 到了合体 我再出来 不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那就 出去玩 徐凡摸着下巴 感觉 这样也可以的 林森仙城之内 一座小院中 玄光和华君两人正在对峙 华君道友 这一次你要失望了 许道友 他是有道理的 不会因为你们游仙宫女弟子多 而偏向你们 是吗 这样的人才 你我都知道 我们身后的仙门都不会放手 所以让他在仙界 建立一个小仙门 与之交好 其实是很不错的选择 华君摇了摇头 冷笑回答 你们仙门那点小心思 我能不知道 上一个有神将之姿的大宗师 已经被你们抢走 这一个 必须是我仙游宫的 你们仙门虽然有大楼坐镇 但别当我们游仙宫是吃素的 那能怎么样 许道友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典型是不愿意受拘束 自己建立一个小仙门 又在过日子的那种 哪怕你们仙门的金仙大能亲自出面 也只能得到一位委屈求全的炼气大宗师 这样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样我们还不如回去各自汇报 帮助其建立小仙门 与之交好 从中谋取好处 这样对双方都好 华君沉思片刻 仿佛想到了什么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徐凡就收到了两人传来的消息 一致称宗门有事召回 希望以后能在牧原界相遇 最后 玄光还贴心地送上了一本 先借知识百科 这一下徐凡疑惑了 什么情况呀 这是达成某种协议了吗 怎么这么痛快就走了 本来他都已经决定 带着一半的宗门弟子 去外面先逛上一圈再说 没想到现在人家走了 徐凡看向天空 隐约还能感觉到 他们离开前的气息 哎呀 聊得还是挺不错的嘛 不说张懒的事 还真的能当好朋友呢 这时徐凡的怀里 传出一声奶声奶气的龙吟 一条不到十寸的小金龙钻出来 开始在空中乱窜起来 徐凡手中多出了一枚五星丹 弹到了空中 哼 这几天憋坏了吧 小金龙仿佛在熬游的鱼儿一般 直接就一口叼住了五星丹 徐凡看着正在撒花的小金龙 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青皮龙蛋 为什么会孵化出四爪金龙呢 就在这时 灵液湖那边又传了一声奇异的响声 徐凡带着四爪小金龙 马上踏步走了过去 看着散落一地的蛋壳 徐凡无奈地说 又是一个 不当 把星辞喊过来 他的蛋生了 这一回从蛋里面出来的 那就不是四爪金龙了 是一只正宗的龙龟 龙手蛇尾 观其形 有种宰富天下的感觉 三道顿光袭来 李星辞一家三口出动 一看到小乌龟 李星辞就笑着说道 有真龙血脉 龙龟神兽 日后也是前途远大的 为师感觉 这小乌龟 比那三条小金龙好 只要老实地活着 实力就可以随着时间往上涨 那不好咱们宗门以后没了 他还活着呢 师父 那两位拉拢你的仙人分身 还来不来了 李星辞问出来 他在想着 要不要把这小东西 收入到倒计行宫之中 徐凡却是摆了摆手 没事 他们都走了 以后这些小东西 不用藏着掖着了 小龙龟仿佛是饿了 爬到蛋壳身旁 开始咔嚓咔嚓吃起来 吃完之后纵身一跃 跳到了李星辞的肩膀上 呼呼大睡起来 一行人看着如巴掌大的龙龟 全都露出了喜悦之情 可天上那如龙溪水一般的灵气漩涡 仿佛在提醒着徐凡 赶紧去炼气一把 处理完这一切 徐凡回到了地下空间中 一号还在一如既往地炼制着仙气核心 玄光和华军虽然很唠叨 可是他们送的见面礼 全都是一些基础的 五行炼气级别的仙气灵矿 虽说没有很珍贵 但确实解了徐凡的燃眉之急 看到徐凡进来 一号分身邀请道 怎么样 要不要过来一起啊 徐凡现在也觉得没事 当即就撸起袖子 加入了炼气之中 与此同时 靠近林森仙城最近的人族航道上 一艘星舟正在急速地航行着 韩飞宇一行三人站在甲板上 韩飞宇感慨道 哼 还有半个多月 就要到宗门了 铁蓝笑着说道 到时候我一定要看看 韩大哥的宗门 有没有你说得那么神奇 宗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可能比以前 还要更加厉害了 韩飞宇的眼中充满了期盼 他终于可以回到那个 既温暖又安全的宗门中了 也不知道 无极师兄怎么样了 到了林森仙城后 我和小妹先在仙城里住一段时间 事与加入隐灵门外面的事情 以后再说 铁塔嗡声说着 他看了看小妹 又看了看韩飞宇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 他已经确定了 自家小妹这是单相思呀 人家对他没有一点兴趣 铁大哥 当初不是说好了吗 我突然想着 带小妹去别的先生看看 说不定有不一样的风景 韩飞宇听到这语气 眼神中颇有些无奈 他又不是傻 一起相伴了这么多年 铁兰对他的情谊他当然知道了 可是他对铁兰就是对妹妹一样 大哥 当初说好了一同加入韩大哥宗门外门 现在怎么突然变卦了 韩飞宇有些不舍 但也明白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没事 铁大哥也是想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的风景 说不定去别的新城 会有一番其他的奇遇呢 我哪里都不去 就想跟在飞宇哥的身边 大哥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 看着自家小妹一副 只认定韩飞宇的表情 铁塔无奈地点了点头 还能怎么办 他也管不了喽 半个月之后 行舟缓缓降临到了林森仙城之外 没多久 一道剑光从引灵门中冲出来 向着林森仙城的方向飞来 无极 飞宇 两人多年未见 刚一见面 见无极就一把熊抱住了韩飞宇 你这些年都去哪里了 可怕我想死了 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这么多年 终于能回来了 第五百二十四章 看到韩飞宇 剑无极兴奋的韩 走 我们不要在外边聊了 先回宗门 好 不过 我需要先安顿一下我的同伴 这两位都是一直陪着我的兄弟 还有小妹 要不然我一个人哪 真的是很难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的 剑无极回头看了兄妹一眼 这千山万水 多谢有两位道友照顾 都是自家兄弟说什么谢不谢的 铁塔满不在乎 铁塔满不在乎 同时心里有些不爽 好朋友要被别人抢走了吗 铁大哥 小兰 你们还是先回林森仙城 休息一段时间吧 放心吧 我会把你们入门的手续都给办出来的 很快 徐凡就收到了韩非与回归的消息 哼 两大主角回归 唉 气运终于回来了 一旁的一号突然涂槽 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 这里只不过是他们一时的避风港 到时候还是要出去飞的 徐凡笑着摇了摇头 那又怎么样呢 这些主角最后功成名就 成就巅峰 他忘不了咱们带给他们的温柔时光的 等他们以后牛逼了 稍微把气运反补给引领们一点 那就赚大发了 你想啥呢 亏以前时看了那么多本小说 那个剑无极不好说 可是那个韩非语 以后真的可能成为传说中的先帝道祖 宗门什么的 在他们眼里只是过眼云烟罢了 能得到的帮助很有限 还不如等到纪元之后 你自己成为世间至强来的靠谱 那也说不定啊 我看的小说中 很多主角厉害之后回归宗门 带着宗门一起飞了 一号分身无语了 那你怎么不说还有很多主角的宗门被祭天了呢 凡事都要看大数据 你怎么保证咱们宗门不被祭天呢 如果能活下来那当然是纯赚了 可万一活不下来呢 徐凡吓了 一号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悲观主义者 一号分身当了他一眼 不是 本帖 你以前不是挺狗的吗 不是挺小心谨慎的吗 徐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以前小心谨慎是因为我觉得躲起来没人能找到我的麻烦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有人开着上帝视角搞我呀 再怎么小心谨慎也就那样 还不如顺其自然呢 徐凡说着看了一眼天空 他一直都在防备着 因为他感觉肯定要有大事发生 尹灵岛一座凡人城池中 这里住着的都是弟子们的家属 一座朴素的小院中 一个养尊处优 看起来十分慈祥的女子 正笑着看着剑无极和韩飞宇吃面 干娘 我在外面最想念的呀 就是您做的饭 尤其是这拉面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韩飞宇一脸意犹未尽地说 还有 想吃多少都有 女子笑着端起了面前的海碗 回到厨房中 没一会儿又拿出了一碗 你可不能一直吃 要不然会把我妈累倒的 韩飞宇说着 拿出一个玉盒 里面是一个天心灵俏玉镯 干娘 我在外边得到过不少好东西 这个是孝敬您的 这个玉镯 干娘您戴上 对您平时的修炼很有帮助的 女子连忙推辞 她用不到 宗门内的灵奇密度 已经足够她用了 剑无极却是二话不说 戴在了女子的手上 天心灵俏玉 这是修仙界的重宝 戴在身上可以明智清心 修炼时可以释放特殊的能量 保护心脉 不易走火入魔 以前剑无极一直想弄一块给她娘 可是她找到的都是差强人意 没有这一块的品质好 剑无极不知道的是 韩飞宇出手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繁品啊 女子听到儿子的话 听话地戴上了手镯 可眼神中有一抹遗憾之色 她这儿子啥时候能给她领个媳妇回来呀 与此同时 天龙界 一条长有万米的巨龙 正在领地中休息呢 突然间 她仿佛有所感应 看向了一处虚空之中 血脉呼唤 我有孩子诞生了吗 随后 她又收到了三道呼唤 难道我在下界留下的子嗣中 出现了合格的血脉 真龙有些惊喜 她闭上眼睛 开始用大神通推算 居然是那只 姿色还算可以的异龟 反正近来无事 把孩子们接回来 还能找长老领个奖励呢 正在引灵门老实练气的徐凡 突然打了个寒战 原本运行平稳的神火 也是抖了一下 差点让整剑掀起报废 一号分身揶揄的 怎么了 和欢圣地的幻境时看多了 徐凡却是面子凝重 不对 有大因果要来 她当即分化临时分身 代替他炼制掀起 自己则是闭着眼 手接法印 推算大因果的来历 两久之后 徐凡睁开了眼 哼 原来是找儿子的 那就没事了 一号分身疑惑的 怎么就没事了 你忘了 你签订了平等契约吗 徐凡眼睛一瞪 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为了这六枚龙弹孵出来 我付出了多少资源吗 光是外面那么大一池的灵液壶 他们足足吸收了八池 还有各种五行的本源 灵气更是数不胜数 加在一块 就等于是一二三代弟子们 消耗总和加起来的八倍 消耗这么多资源 签订一个平等契约 交个朋友不算过分吧 一号分身笑着说他 你别问我呀 我觉得不过分 可谁知道人家龙爹怎么想呢 那哪怕他是真龙 他也得讲道理是吧 徐凡想了想 心里着实没底 他来到了灵液壶旁 看向那两枚还未孵化的龙蛋 正老实地待在灵液壶壶底 吸收灵气呢 徐凡想了想 不到 把星辞喊来 没多久 空间闪过了一道顿光 李星辞出现在徐凡的身旁 师父 你叫我 徐凡点了点头 星辞啊 你在轮回梦境中 有没有碰到过真龙 倒是碰见过几次 真龙的脾气 一般都怎么样 高傲 贪财 好色 脾气极大 看着李星辞手中端着的龙龟 徐凡冷静地说道 星辞啊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的爹要来了 我明白师父的意思 但是如果那条真龙 真的下街过来的话 最好把一些之间东西藏好 凭什么 为师可是辛辛苦苦 把他的孩子孵化出来了 你孵化他孩子 是你愿意的 跟他没有关系 反倒是你签订平等的契约 妄图想跟龙族拉上关系 就得付出代价 所以 如果师父把好东西都藏好 那真龙过来 看到师父为了把他孩子孵化出来 已经是倾家荡产了 说不定会心心好 不会追究签订平等契约的事情 徐凡无语 这叫什么事啊 他拿出了小本本 正准备往上记呢 想了想 又收回去了 哼 这仇 我记下来了 以后 以后走着瞧 第五百二十五章 徐凡想了半天 总觉得有些不甘 不行 我不能平白无故 把孩子们都交给他 那师父想怎么办 哼 先去妖界 咱们坐个局再说 坐局 对 那天被打跑的两个无敌妖尊 他们还没有走远呢 一直在远处盯着两接通道 这一回咱们就来一招借刀杀人 打定主意之后 徐凡便带着徐刚 月仙和星祠 以及剩下的两枚龙弹 通过两接通道到了妖界 很快 欲光兔一族原本的圣城中 被徐凡的傀儡大军 改造成了一处世外桃源 徐凡用大神通 蒙蔽了天机 引灵门中的灵夜湖 第一回完全空了 露出了富含丰富营养的河床 徐凡坐在新改造的灵夜湖旁边 看着正在湖中嬉戏的两枚龙弹 不禁点了点头 李星祠在旁边说道 师父 你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那真龙过来之后 起码这个灵夜湖你是保不住的 星祠 那扎龙至于这么不讲势力吗 师父 你这样的事在我的灵魂世界中有先例 也是有一个修士 救了一条真血龙族 那人费尽千辛万苦 才找到幼龙的爹鸟 结果如何呢 不但没被感激 而且还被打劫一空 不过后来 那人因为此刑警 在心中留有执念 最后成为了斩龙金仙 也不知道这事情是不是真的 哇了个去 他们就这么霸道呀 如果师父的功法没有错 应该就是这样 先不管这么多了 至少咱们要拿它当枪使 而且照你这么说的话 哪怕那扎龙不来 这几条蕴含真龙穴们的小龙 还有龙龟 留在手里 多少也是一个隐患呀 徐凡抱着怀中乱窜的小龙 眼神中有一抹可惜 他还想着以后 体验一把龙骑士的银呢 如今看来 是不可能如愿以偿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徐凡带来的几人 在过了新鲜劲之后 就开始该修炼的修炼 该悟道的悟道 一眨眼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一天 徐凡突然有所感应 眼神投入到天空之中 一条长有万米的五爪金龙 从云层中露出了龙手 面带威严地看向了下方的山谷 五爪金龙正打算说话呢 徐凡的声音传来 真龙大人 我们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欢迎您迎接龙子回家 金光闪现 五爪金龙化成了龙手人参 出现在徐凡的山谷中 他首先看到的 就是正在嬉戏的 三条四爪金龙和一只龙龟 五爪金龙点了点头 嗯 不错 辛苦你们了 在此界弄出这样的灵气环境 实属不易 能把这些孩子们孵化出来 我很高兴 可是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与我龙族成员签订契约 一股气势莫名升起来 压在了徐凡等人身上 我龙族岂能与渺小的人族签订契约 回去之后 让这些龙子 如何在其他正龙面前抬起头来呢 这时 灵液湖中的两位龙蛋 也感受得压力纷纷孵化出来 两声奶声奶气的龙吟响起来 五爪金龙的气势也弱下来 念在你们孵化龙子有功 给予一些赔偿也就够了 徐凡炼制的第一架大臣傀儡 不受控制地出现在他的身旁 手中还持有仙气破灵 五爪金龙一看 轻轻一挥手 破灵和傀儡全部被他收起来了 嗯 这两样东西还算是小精品 我就收下了 当你们的赔礼 徐凡心中大怒 可是 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 对了 我当初灵性的那只巨龟在哪 徐凡一挥手 交手巨龟出现在灵夜湖中 五爪金龙挥了挥手 也不顾交手巨龟眼中恐怖的神情 强行把龟带走了 随后 五爪金龙又贪婪地看向灵夜湖 这些东西我也要收走 你有意见吗 徐凡连忙说道 哈 没有 不过 晚辈想求真龙大人一件事 哦 我没找你们算账 已经够宽宏大量了 你还想求我办事 哦 不是不是 真龙大人 误会了 当初我们为了孵化龙弹 历经千辛万苦这都不算什么 可是有几回 龙弹差点被那些无敌妖尊抢走 说是可以大补 我们没办法阻拦 只能一次又一次逃走 我们奔波狼狈一点 这也不算什么 但是这几枚龙弹呢 属实跟我们吃尽了苦头 所以 真龙大人是不是应该为龙子们出出头啊 五爪金龙皱着眉头 还有这种事情 那妖族现在何处 啊 他们正在周围盯着我们呢 就是两个无敌至尽的妖族 招惹我龙族 都要死 五爪金龙的脸上出现了一抹怒意 挥手撕破虚空 把两位蒙蔽的妖尊直接抓过来 然后 他们就在一脸的蒙蔽中化成了漫天血雾 五爪金龙拍了拍手 带着几只龙子飞向了天空 破开虚空 离开了此界 徐凡抬头仰望 久久不能回神 徐刚小心翼翼地问道 师父 你没事吧 李星辞在旁边也是有些纠结的 他早就提醒过师父了 不要把好东西带在身上 龙族果然很贪婪呀 凉久之后 徐凡缓缓开口 哼 这五爪金龙至少也是金仙之景 怎么还贪恋这点仙气呢 唉 他深吸一口气 手中出现了一个小本 他又幻化出了一支笔 在上面写道 某年某月 五爪金龙一头 抢走了消耗海量资源孵化出来的龙蛋 还有媳妇送我的仙气 对了 还有我的灵夜狐 再给我一亮节的时间 我一定要教会那些龙族 什么是礼貌 徐凡把小本本收回来 看向几位弟子 总的来说呢 计划还算成功 解决了妖尊 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隐患 至于那件仙气 为师迟早要找回来 今天为师就要和你们说一下 无论是在哪 本质就是弱肉强食 实力弱 这就是原罪 实力强 就是真理 为师希望你们以后记住这一点 要不然有时候帮助了别人 我们还得感恩戴德 感谢对方给这个机会 今天这番话 也算是为师和你们共勉 大家记住了吗 第526章 徐刚表情严肃 师父 徒儿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 无论花多长时间 都要为师父 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哼 为师也是好久没受过这样的气了 这一回 龙族为师记住了 三天之后 引灵门递一下空间中 徐凡正在炼制仙气核心 虽然走了几个耗能大户 可他还是觉得 要多练上一点核心 以备不时之需 一号分身看着徐凡面无表情的样子 突然有些不习惯了 哎呀本帖 不要放在心上了 你以后可是要成为先帝的人 区区一条龙 到时候还不是在你脚下沉浮吗 这倒没什么 反正我已经记下来了 等我有实力之后 他休想好活 这就对了嘛 也算是为你增添了一点动力 你看 你的懒爱晚期都治好了 徐凡一边炼制 一边回答 我那是因为预感着 有大事要发生了 根本不敢揽下来 一号分身疑惑地问道 大事 这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不是这个 徐凡摇了摇头 我用所有手段占卜也占卜不出来 只能赶紧提升实力 防止那件事情的发生 一号分身同仇敌开道 啊 那你多加小心 我会尽全力地帮你的 争取渡过这一关吧 春取秋来 四季轮转 转眼 两年过去了 两道奇异的波动响起来 一号和二号 又来了一套全方位的马杀机 两枚炼制好的 巨灵阵的仙气核心 也被徐凡装在了 引领岛的底座上 同时 二号炼制的极空巨兽 星舟也好了 徐凡夸赞道 不错不错 这星舟比预想中的还要强呀 二号分身笑眯眯地说道 光看一眼 怎么能行呢 你不试一试吗 徐凡笑着摆了摆手 这玩意儿是我设计的 能有多强我不知道吗 二号分身正想要嘲讽 徐凡却是继续说道 就这个级别的星舟啊 放到极空之域中 那就是无敌的 攻守兼备 说是以一敌摆 也不为过呀 嗯 有了这个 我感觉能去极空之域深处看一看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来 那我能跟着去吗 斩灵经过这几年的修炼 已经到达了筑际巅峰 如果不是修炼五星灵域耽误了很多时间 估计他现在早就圆英了 徐凡笑着说道 斩灵长老 你现在身子骨还是太弱了 回去修炼吧 起码等你长大再说 哎呀 我就知道 这时 护宗大阵开了一道小口 一道顿光急速袭来 千灵尊者激动地说道 训受好了 徐凡笑了 早就已经为尊者准备好了 直接开走 大长老 麻烦你了 哎 有什么麻烦呢 我还希望多多益善呢 大长老 要不然 跟我们一同试一下这个兴州 我就不去了 尊者 还有别的事情吗 那好吧 如若无事 我就把兴州开走了 很快 兴州就这么缓缓离开 向着极空之雨飞去了 徐凡想了想 转头看向二号 要不然 你跟着急了邀尊 去极空之雨那区 看一看 我把大成傀儡给你 二号分身点了点头 那行吧 我走一趟 就这样 徐凡安排好一切 这才觉得心里稍微安分了一点 他平静地转头 一号 一号 咱们继续努力 一年之内 再练之两家大成傀儡 一号分身看鬼一样地看着徐凡 不是 你怎么了 那股劲儿 那股劲儿还没过去呢 实力不足恐惧症了 徐凡 徐凡摇了摇头 扎龙的事情之后呢 我仔细想了想 五爪金龙降临此界 实力无非是大成极限 也就是无敌之境 我当初要是有二十架大成傀儡 全部给他配上仙气 就可以斩下扎龙的龙头 唉 如果当初我没那么偷懒 现在也不会这么憋屈了 要分身无语了 哎呀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你就属于倦驴 不挨鞭子 不知道走 徐凡也不否认 不当 现在空余多少算力了 空闲百分之七十算力 主人要建立什么项目 给我推演 大成傀儡生产线 没有什么事情 是大成傀儡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家 主人 项目已建立 目前正在全力推演 无法推测出来 好了 慢慢推演吧 一号分身疑惑地说道 你这是不是有点狠了 没必要弄一条生产线出来吧 徐凡却是咬着牙 早晚都要弄 不管怎么说 飞升仙节之后 总需要这玩意儿吧 于是乎 徐凡奋发图强 整个引灵门的风气都开始变了 以前的他 不是在引灵门中闲逛 就是在十万里巨湖上钓鱼 引灵门弟子 还能时不时吃到大长老掉上来的东西呢 可现在好嘛 所有弟子都未发现大长老的踪迹 有人好奇地问了一下葡萄 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可亲可敬的大长老 正在炼制护踪的傀儡 他们又从葡萄的口中得知 前段时间宗门耗费心血孵化出来的龙蛋 被一条真龙就这么抢走了 甚至还顺走了大长老的一件仙气 好家伙 这消息一传出去 所有弟子同仇敌忾 都努力修炼起来 毕竟大长老给他们的形象是宽厚无敌 逍遥无比 可通过这件事情 弟子们也发现了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是大长老给他们承担了一切 刹那间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奋发图强 娱乐项目全部取消 整个引力门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 徐凡都无语了 葡萄 你干嘛把这事说出去啊 我不要脸的吗 主人 在语意之下的诱鹰 是永远长不大的 那也不能一上来 就树立这么一个远大的目标呀 他们容易跑死的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本体啊 这就不应该你来担心了 你当初挑选的弟子 难道没有信心吗 徐凡想了想 也只能叹了一口气的 唉 他们终究要长大的 多知道一点 也没什么错呀 第五百二十七章 引力门失恋小世界中 熊利一拳轰杀了眼前 由灵气所化的化身妖兽 熊利看着自己的双手 唉 实力还是不够 在宗门中 无法得到真正的成长 葡萄 我想向大长老生情 外出宗门范围历练 需要多长时间 吴气县 成为强者之后再回来 熊利声音异常坚定 他现在感觉 整个引力门 就是一个温室 把他们这些弟子 保护得太好了 可不经历生死历练的话 哪能成为强者呢 请稍等 正在申请中 熊利等了一会儿 葡萄的声音再度响起来 大长老要见你一面 地下空间中 熊利见到了 正在炼制傀儡的徐凡 熊利恭敬行礼道 拜见大长老 徐凡点了点头 分出分身来 代替他炼制傀儡 自己则是带着熊利 来到了一处饮茶室 听葡萄说 你要外出历练 并且强调要离开 宗门的保护范围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长老 我感觉 您为我们创造的环境太好了 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 不利于我们的成长 强者 必须要经过生死间的磨练 嗯 不错 作为引灵门的大师兄 你是够格的 不过嘛 你现在才原音修为 虽然能力敌化神 但是超出了宗门的保护范围 你所遇到的可不一定都是化神器的 妖族和妖兽了 只有这样 才能锻炼出强者的意志 大长老 我需要生死历练 成为强者 守护宗门 你想好了 弟子想好了 那好 大长老 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对宗门弟子啊 不能保护得过头了 这样 你准备一下 走之前 去保护领上一份 外出历练礼帮 熊吏走了之后 徐凡陆续收到了 很多这样的请求 他索性让葡萄发了一个公告 愿意外出历练的弟子 给葡萄报备 到宗门宝库中 领上一份外出的礼包 就可以出去了 葡萄 一代二代弟子 允许外出历练 三代弟子嘛 五十年之后再说 明白 主人 那外出宗门礼包 如何配置 一架合体傀儡 一艘小型宝器顶级灵舟 宝器级别的空间农场四座 再加上 晋级化神能用到的 顶级宝器一套 全套灵丹 按照两个系数配置 再加上一套小型宝器行工 还有什么呢 一号分身在旁边吐槽 你再配个美女 他们就可以出家了 也不能这么搞 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给他们都练上一件 可以瞒过妖族尊者感知的 道器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徐帆想了想 点了点头 嗯 道器是来不及了 不过 宝器可以有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统筹那些练剂宗师们 给我编出一批来 一号分身 罕见的没有拒绝 好 我知道了 第二天 宝库大殿之内 兄弟对着服务傀儡说道 我要领取宗门外出礼包 请三天后过来领取 宗门外出礼包 还有一件关键宝器 没有炼制完毕 目前正在加速炼制中 还没有准备好吗 兄弟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千万兵在身后说道 兄弟师兄 要不然咱们一起搭个伙吧 兄弟先是看了一眼 千万兵身后的石架傀儡身上的重奖 摇了摇头 咱们两个搭不到一块去 你还找别人去吧 那些塔房一脉的弟子 挺适合给你组队的 大师兄 最近我在宗门宝库中 兑换了一门盗器级别的火雷炮 威力甚是巨大 甚至连合体骑妖兽也能一炮击伤 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 兄弟师兄 安全感你懂不懂 一般的战斗 我是不会跟你抢的 但是一旦有危险 有了这门巨炮 咱们断后 岂不是很容易 况且我手下已经有了 千甲傀儡可以随心指挥 万一遇到个灵脉 或者秘境之类的机遇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开发 岂不是快一点 千万兵最后这句话 打动了兄弟 那就这样 我们三天后过来 领取宗门外出礼包 好嘞大师兄 你跟我打伙就享福吧 希望你不要坑我 兄弟瞥了一眼千万兵 在失恋小世界中 把他坑得最狠的 就是这小子了 他实在有些信不过 哪能啊 与此同时 一座山峰之上 几名托尔少女 正无聊地坐在 灵魂疗养馆的门口 是我们最近手法不行了吗 怎么进来 客人越来越少 这个我知道 专门大长老的蛋 被抢走了 所以那些客人们 开始疯狂地修炼 想变强大之后 帮助大长老 把蛋抢回来 那客人们好好修炼 也可以来这里做理疗啊 最近的业绩下降 蔬菜沙拉 都不敢添加水灵胡萝卜了 以前业绩好的时候 他还能时不时地 买上一根顶级的水灵胡萝卜 现在呢 连味道都闻不到了 这时 一道剑光闪过 向云出现在 几位兔儿少女的身旁 还营业吗 我想走之前 再做最后一次理疗 营业 当然营业 向大哥 里边请 这次 你要做什么项目 最顶级的 全身的大伙 向云把心一横 临出宗门之前 必须奢侈一把 听到向云的话 几名托儿少女 瞬间开心起来 这一天 原本有些萧条的灵魂疗养馆 再次爆满了 三天之后 数百艘小型灵舟 向着四面八方离开了 徐凡有些感慨地 看着这一幕 哎 孩子大了 终究是要出去锻炼的 一号分身怼了他一句 你那是让他们出去锻炼吗 他们出去 和在宗门有什么区别呢 徐凡却是不以为然 那又怎么样 有好东西总不能不给吧 锻炼和生死历练 这两者没有任何的关系 咱们的弟子都是宝贝 我可舍不得少一个 第五百二十八章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本体啊 弟子不能太过享受了 要不然心境容易受损 徐凡笑了笑 哼 我招出的宗门弟子 不会出现这种的 你也知道 我的考核有多严格 尤其是精神上的韧性 远超你的想象 好吧 那就不和你说这个了 哎 把你的分身放出来 说道评书 一道分身 从徐凡的体内钻出来 拿出了熟悉的三件套 青唐木一拍 就开始说书 一号分身一边听着 一边和徐凡闲扯 本体啊 你打算炼制多少大臣傀儡呀 至少十架 放心吧 在十架傀儡没有炼制完之前 我不打算休息了 那条渣龙 真的是惹到我了 一号分身这一下真的惊讶了 十架 你是想把咱们好不容易积攒的家底儿都给耗光了 徐凡眯着眼 灵矿放到宝库中也是吃灰的 还不如炼制出来 变现成为战领 我可不想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而且炼制完傀儡 我还要给他们炼制配套的顶尖盗器 到时候 五架留在引灵门 五架我随身带在身上 谁敢惹我 就地格杀 我最近推演了一番 十架大臣傀儡拿着顶级倒计 就可以把那扎龙的分身给斩杀了 一号分身无奈地说道 你光推演这个有个毛用啊 不如好好想一想 怎么卡bug赶紧升级 这还不简单吗 把好兄弟的装备给升级一下 到时候自然就有机会卡bug了 这不就完了吗 等你到了大城 什么扎龙 那就是一个渣渣 想你本体 通阴阳物万道 什么时候受过委屈啊 那些主角也没人能在你的口里抢食啊 放心吧 我全力配合你 弄死扎龙 徐发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抢我点东西而已 最还不至死 他抢我的 到时候我抢他全族的 传闻龙族有一个天龙界 是三千大世界中 所有龙族的汇聚之地 我就要在那里 建上一座董礼貌学院 但凡是年满十八的真龙 必须在那里上课 学费 就是他们的全部身家 就这样 打了鸡血的徐凡 一直在炼制傀儡 两年的时间悄然就过去了 不知不觉间 引力门又多了两架大城傀儡 这一天 徐凡刚想稍微休息一下 突然一声剑鸣 在引力门上空乍响 无极图二 赶紧出来 正在努力修炼的弟子们 全都抬头看向天空 徐凡听到这个声音 眼神中闪过了一抹怒意 小宝贝打开 第三页 九剑尊者 天空中 九剑尊者正不懈地 看着下方的引力门 这么弱小的尊门 不配拥有无极这样的好苗子 而这时 他眉头一皱 天空出现了一道黑影 手持巨斧 挟天之力对着他劈来 九剑尊者的护体剑阵发动 可是没什么卵用 他还是被一斧劈飞了 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远处的湖面飞去了 哪里来的蜀备 敢在我引力门之上卷飞 九剑尊者都懵了 他看着两架黑乎乎的傀儡 惊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个宗门是不想活了吗 很快 九剑尊者的身上 升起了一股滔天的怒意 他盯着不远处 站立在虚空中的 两架大乘傀儡 而手持巨斧的大乘傀儡 根本就不惧 我引灵门乃礼仪之总 如果恶客上门 自当有棍棒教训 九剑尊者仿佛听到了 什么添淡的笑话似的 你是以为有了两架大乘骑傀儡就敢拿捏于我 多少年了 自我成就无敌之境 还没有哪个人敢这样 今天你们这小小的引灵门就灭了吧 九把通天之剑 在他的身后升起来 而这个时候最懵逼的 当属剑无极了 我是谁 我在哪 为什么宗门和九剑师傅打起来了 敢于我引灵门之上大声欢呼 扰乱我宗门弟子清修 今天不把你镇压 可当我引灵门软弱好期 别跟我扯这么多没用的 现在修仙界用实力说话 九剑尊者消失不见 通天之剑向着两架傀儡横扫而来 而这时第三架大乘傀儡 手持重水圆刀出现了 三架大乘骑傀儡 你们也算是一个大宗了 可惜今天要没了 九剑尊者不管不顾 而引灵门呢 合体傀儡带领着数万炼须傀儡 布下了遮天大阵 把九剑尊者和三架大乘傀儡 彻底笼罩其中 而九剑尊者展出的道道见光 都是被法阵消磨殆尽了 巨灵法阵从引灵岛上挣脱而出 坐落在了巨型法阵之上 为法阵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时候 九剑尊者终于意识到不对了 而为时一晚 三架大乘傀儡围攻而来 手持重水圆刀的傀儡主攻 剩下的两个牵制辅助 一时间 九剑尊者还真的有些招架不住了 而且他发现 有座法阵正在抽空周围的灵力 短时间之内倒是没什么变化 可长期以往 他真的可能陷入到被动中 九把顶尖的倒起零件 形成各种防护法阵 抵御着大乘傀儡的进攻 一时间 他被打得节节败退 终于 他爆发了 一道剑光闪过 三架大乘傀儡直接被击飞了 就在九剑尊者以为 可以喘口气的时候 巨型法阵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化作一把通天巨剑 向着他斩下来 九剑尊者的护身剑阵 直接崩溃了 而那把巨剑也化成漫天灵气 消失在天地间 九剑尊者刚想重新凝聚剑阵 大乘傀儡再次连手攻上 九剑尊者在心中叫苦连连 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 再次攻了上去 第五百二十九章 此时 引寧门中的徐凡正在闭着眼 手中把玩着千灵宗太上大长老的分身玉符 一号分身看着他 本帖 你要玩真的 徐凡默不作声 转心致志在葡萄的辅助下 操控三家大成傀儡 一号分身在旁边见一道 如果真的要把这家伙斩杀的话 你要把嫂子的那块也用上 要不然我感觉不够 而此时 陷入围攻之中的九剑尊者明白了 他被人当成了出气筒 一股怒意从心中生起来 敢拿无敌尊者当出气筒 老虎不发威当他是病猫呢 顿时 九剑尊者的双眼 慢慢变得赤红 你这个破阵 当真以为困得住我吗 一道无比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 九把盗器顶尖零件 和身后的法相真身融合 以身化剑突破了大阵的封锁 而这时 天空落下了六道道气级别的 雷神三形重力棒 宛如携带天地雷结之威 六道雷柱把刚才破阵的九剑尊者 又打回了阵内 三家大成傀儡再度袭来 九剑尊者身后的法相 也化作守护剑阵 而他有些灰头土脸地 看向了隐灵岛的方向 隐灵门大长老 可否现身出来一见 一道虚影 凝聚在九剑尊者不远处 徐凡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要为自己的无礼 向我道歉吗 你是拿我当出气筒了 对不对 九剑尊者怒然说道 徐凡却是不管不顾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你在我隐灵岛之上狂笑 饶我宗门弟子清修 我隐灵门虽小 但是并不可辱 徐凡身上生出了一股莫名气势 九剑尊者问道 你是想把我镇压于此吗 有何不可吗 你如我宗门 我把你镇杀 此那因果轮回很正常 你真的以为 光凭这三家大成奇傀儡 和这一座巨阵 就能把我镇压吗 我承认 以前是我小瞧你了 现在你有资格 也有实力 与我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肆意出现在你的宗门之上 是我错了 九剑尊者心里发虚啊 如果是换作之前巅峰的状态 必须要和引力门硬钢到底 可奈何闯荡秘境时 遇见了妖族的无敌妖尊 经过树范大战 他本云有些受损 整体实力只能发挥八成 徐凡有些意外地看着九剑尊者 不是 这身为无敌尊者的傲气呢 就这么道歉了 那以后还怎么玩 一开始 徐凡是真的动了一点杀心 可随后 他考虑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 既出分身欲服 那分身是有灵智的 当真让他们辅助自己 斩杀一个人族的无敌妖尊 徐凡感觉估计不太行 徐凡想了想 看向九剑尊者 你饶我宗门弟子清修 必须向他们道歉 好 九剑尊者点了点头 既不如人 没什么好说的 我九剑尊者 在引灵门之上 肆意大声呼唤我的徒儿 扰了各位弟子的清修 在此抱歉 他的声音传遍了引灵门 剑尊吉听到这个声音 有些难以置信了 心高气傲的师父 竟然真的会道歉 好了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要不然我拼着受伤 突破此阵 对你我都不好 三家大乘傀儡 回到徐凡的身后 徐凡点头说道 好 尊者竟然给面子 我也给尊者面子 这件事情过去了 尊者 你看我身后的这三家 大乘傀儡 如何呀 很强 在我巅峰时期 勉强能与我打个平手 就见尊者说完 疑惑地看着徐凡 怎么还不让他走呢 徐凡却是微微一笑 这三家大乘傀儡 炼制出来没多久 所以呢 我想请尊者帮个忙 帮我测试一下 他们仨的极限战力 希望尊者不吝赐教 等到测出极限战力之后 自然会放尊者离开他 徐凡说完 徐颖就消失在了大阵之中 刀光剑影思鸣 再次在大阵中响起来 这一战足足打了三天三夜 九剑尊者也被围攻了三天三夜 有一回他的头颅 还被中水圆刀砍下来了 幸好他及时接上去了 大招老 好了没有啊 九剑尊者有一抹凄凉 他感觉自己上当了 这时困住他的阵法消失了 三家大乘傀儡 也回到了引领岛中 徐凡相当敷衍的声音 传入九剑尊者的耳中 好了好了 多谢尊者帮我测试 傀儡和极限战力 小小礼物奉上 希望不要嫌弃啊 剑无极手里拿着一个玉瓶 出现在九剑尊者的面前 看着有些狼狈的师傅 他小心翼翼道 师傅 这是大长老送你的疗伤灵单 他说对你之前的伤势 恢复有帮助 他能送什么好丹药 九剑尊者虽然很生气 可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接过玉瓶打开了一看 倒是有些吃惊了 四转还魂宝丹 这种品质的丹药 哪怕是在他的眼中 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只此一枚 数年便可以把他 在秘境中受的伤 彻底恢复过来 大长老说了 这是你帮他测试 傀儡战利的谢礼 你是跟我走 还是留在隐灵门 九剑尊者看向剑无极 大长老也问过我 我选择跟师傅走 听到剑无极的话 九剑尊者的眼神 变得柔和起来 好 没白收你做我徒弟 师傅 弟子有个请求 我娘在隐灵门中居住 可否允许我 每隔几年回来看一看 九剑尊者点了点头 可以 剑无极回宗门 和众人告别 跟着九剑尊者 离开了隐灵门 徐凡和分身们 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摇了摇头 二号分身说道 看来十架大成傀儡 确实很有必要 光是这九剑尊者 要不是有阵法辅助 还真压不住他呀 徐凡感慨说道 这家伙来的时候 是受伤状态 战力只感觉 发挥了八成 一号分身也说道 哎呀 我看这家伙啊 还会回来找回面子的 以后不得不防啊 徐凡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哼 那时候就无所谓了 哪怕有我 给他炼制的灵丹 他想要恢复巅峰 至少需要五年 五年之后 如果他敢再来 哼 这一架打得很爽 尤其是斩下头颅的那一刻 徐凡的那点怒气 烟消云散了 找了一个出气筒 狂虐了一回 徐凡心情好了不少 二号分身也笑着说道 五年时间 咱们至少能炼制出 五架大成傀儡 九剑尊者赶来 就有他受的 徐凡也是点着头 又看向了一号 哎 一号 你推演出来的战法 我也看了 不怎么样呀 真的用十架 就可以把五爪金龙的 分身斩杀吗 一号 邓志炎 那是当然了 我的战阵 傀儡越多 战力越强 那要是在 没有法阵的辅助下 五架大成傀儡 就可以和 九剑尊者 战成平手了 一号分身 点了点头 徐凡也乐了 好吧 咱们争取 早日炼制 十架大成傀儡 你们先搞 吉雷妖尊 已经在极空之域 待了好久了 我感觉 这一回他能带来惊喜 我先等等他 第五百三十章 自从二号分身 跟着吉雷妖尊 去了一趟 极空之域 那一区之后 徐凡便让吉雷妖尊 带着整套傀儡 在那区采矿 算算时间 也该回来了 一号分身说道 行吧 那我和二号 先炼制傀儡 顶尖倒戏 你回头自行炼制 三天之后 一艘小行星舟 缓缓降落到了 主峰后平原 预留的降落点 吉雷妖尊 激动地来到 徐凡的面前 大长老 我终于在那区 采集到好东西了 一块闪烁着 清光的雷矿 出现在他的手中 徐凡接过来一看 哦 玄青石 对 大长老 这就是玄青石 是我穿行在那区 灾祸区域发现的 直径 最少有三里的 玄青石 灵矿星辰 那时候 简直不该相信 玄青石在修仙界 大名鼎鼎 因为它太过于百搭了 可以融入到各种灵矿中 只要按照一定比例 融合玄青石的粉末 被融合的灵矿 性能至少要上升两成 徐凡看着手中的玄青石 问葡萄的 葡萄 这对大成器的傀儡 有什么帮助吗 主人 如果有了大量的玄青石 那大成器傀儡的生产线 一个关键点就解决了 成本也会相对降低三成 生产线推演出来的 最终时间确定了吗 还没有 不过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给主人 一个准确的答案 徐凡心下了然 看向了旁边站着的 吉利妖尊 妖尊啊 这些年 在我们以灵门住得惯吗 感谢大长老 让我过上了 梦寐以求 全家可以团聚的生活 曾经在雷鸟一族中 未能实现的愿望 竟然在一个人族宗门中达成了 一家人平平安安 幸福快乐 徐凡点了点头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咱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 以后会走得更远 这回你做得很不错 想要什么奖励吗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不过 我想求大长老一件事 你说吧 可否放过风雷妖尊 听到这个请求 徐凡摸了摸下巴 本来是不可以的 风雷妖尊快要被讯化完成了 这时候放弃 那就前功尽弃 不过你竟然开口 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找一个和他同等 或者站立高于他的妖尊 来替代他 我就把他放回去 吉利妖尊有些为难 他以为徐凡是让他再抓一个和风雷妖尊相当的妖族 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基本上不可能 他站立本身就弱于封了妖尊 再去抓一个 根本是不现实呀 徐凡却摆了摆手 不是让你亲自去抓 引到隐灵门的范围之内 到时候 自会有人出手 无论事成与否 你的任务都算完成 听到这话 吉林妖尊的眼神一下就亮了 不用我出手 亲自去抓 当然不用 让你抓 你也抓不住啊 徐凡白了一眼 这傻鸟有点不开窍呀 吉林妖尊瞬间兴奋起来 明白了 大长老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能多引几位妖尊 你不知道大长老 需要吗 他们身为妖际的大族 怎么可能没有敌对种族呢 徐凡笑着说道 最多引来三个 再多的话 就地斩杀 明白 大长老 给我几年时间 保证给你引过来 徐凡点了点头 吉林妖尊兴奋地离开了 葡萄 把玄京石精炼储藏 顺便再给沙士兄送一点过去 看一看能不能提升万能合金的性能 现在沙雕的万能合金 已经是炼须和合体傀儡的部分 重要构金的主要材料了 明白 主人 处理完事情 徐凡又回到了地下空间中 哎呀 一号 二号 那艘小星舟 在内区的三户地方 采集到了一颗满是玄京石的星辰 以后咱们傀儡的构造和威能 将会更上一层楼的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本铁 你这运气不错呀 二号分身签一道 刚好这台傀儡还没有练制多久 一些灵矿应该来得及融合玄京石 徐凡说道 那就做两个版本 一个基础版对付杂鱼 另外一个高性能plus版 专门用于对付无敌妖尊 基础的来五价 性能高的也来五价 不出远门的情况下应该够用了 二号分身笑了 当然够用 又不是天天有无敌妖尊找着门来 这时 沙雕一脸兴奋地来到了地下空间中 大长老 我练折出来最完美的万能合金了 把玄京石的粉末 按照一定比例融入到万能合金 这样不但能够完美地复刻 先气级别以下的灵矿 而性能还能提高二成 徐凡听到这个消息 也有些激动了 不当 抓紧推演 如果真如沙师兄所说 那咱们引力门的合体傀儡生产线 岂不是就可以全速开动了 可以 不仅如此 炼制出来的合体机傀儡 比以往还要强上两层 沙雕手中出现一枚玉剪 笑着递给徐凡 这是不同的情况下 灵矿使用的玄清石粉末的配比 希望对大长老有用 徐凡赞叹道 师兄果然是研究型的人才啊 最大贡献还在于大长老送出去的那一块玄清石 要不然我的万能合金 永远达不到这种级别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打了鸡血的沙雕回到洞府中 研究下一种合金 而徐凡则开始炼制 性能高强版的大成奇傀儡 炼制时间无岁月 十年一晃而过了 徐凡眼神疲惫 却异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石架傀儡 从今以后 引领门再也不是那个遇到无敌妖尊 只知道逃避的小宗们了 我们雄起了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对呀 礼身之本算是有了 二号分身也笑了 本姐 一定要给我们放个长假 这段时间连轴转 可把我们累坏了 那是必须的 玉光妖尊我都给你们请来了 十万里巨湖之上 一艘灵舟随风飘荡 灵舟中 徐凡和王雨伦正在悠闲地垂掉 有十年未见了吧 这段时间一直在猎之傀儡 终于完成了 稍微可以轻松一点 对了 这么多年没见 你和你女儿的师尊 到底怎么样了 愁你问的是啥问题 葡萄没给你汇报吗 秀心前辈已经进入渡劫期 开始必死关了 到渡劫了呀 看来需要准备一番了 准备什么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天洁能量收集器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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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